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没有特殊洗钱罪这个罪名 那他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好多人传给我说 因为我当时去告的时候就是很清楚 特殊洗钱罪 对 陈明文他们父子所设的就是特殊洗钱罪 结果他们现在竟然对外公开讲 法务部的次长出来对外讲 没有特殊洗钱罪这个罪名 法务部次长陈明棠 陈明棠 所以从明文规定到避重就轻到什么明棠都来了 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对 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我也吓一大跳 那如果没有这个罪名 我还去告 那是我的人真笑 是我的人真笑 一生臭名在天一桩这样 没有这么 不是 是一生英明 那结果呢 因为其实我去告这个 我那天在这边也讲过 我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跑系文不可能法条都修 其实一开始就是法官跟检察官特别跟我提醒说 陈明文他们父子这个完全涉及到特殊洗钱罪 那为什么会有特殊洗钱罪 这个是在民国106年修法的时候 特别放进去的 为什么会特别放这个法呢 因为以前有洗钱要成立有罪 前提是一定要先前面有别的犯罪 才能算洗钱 如果不能证明他有犯罪 那洗钱就不成立了 所以后来特别订了这个 订了这个里面 他就你前面有没有犯罪不管 但是有三个现象你就有罪了 第一个 来路不明 不合理的金钱 来路不明 第三个 有意逃避金融管制 就是你在这边动手脚故意 就像蔡壁中出来教的 你分六次去提49万 这个就是摆明着在逃避这个管制 那有没有教唆特殊洗钱罪 那蔡壁中就有中 蔡壁中这个行为被大家很 认为说一个执政党 你要推一个洗钱的法令 你怎么可以竟然去教大家怎么规避这个法令 那你这个法令 那照你这样讲我提六亿也可以啊 叫蔡壁中这样的交法对不对 那你要那么多人头啦 那人头还不容易吗 你随便找公司够的人 而且其实像这种新闻 国际上他们这些洗钱防止措施的人 都有在看 他们会很清楚认为说 搞了半天原来你这个政府 修法是修一套的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另外一套 那结果我看到这个吓一大跳嘛 所以你们那个制作单位先生也赶快传来给我 结果现在学术界实务界 都马上跳出来打脸 陈明堂 他们怎么打呢 第一个他们说 最高法院在108年 2500号的判决里面 那个判决文就明明白白写着说 什么是一般洗钱罪 什么是特殊洗钱罪 一般洗钱罪就是 你这个洗钱行为前面有个犯罪 所以你就成立一般洗钱罪 你这个洗钱行为 前面没有一个犯罪行为 那就叫做特殊洗钱罪 所以你知道有好事的网友 已经把这两位 不知道是什么明堂的次长的言论 的简报翻译成英文 寄给国际洗钱组织 这不是要烙中华民国的鬼 而是我们要知道 中华民国的官员 你不要以为 2300万人是你虎大的 不要以为这个国家 你关起门来 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其他各先进国家 所以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包括论文事件一样 不要以为在台湾司法里可以控制 你要怎么二整就怎么二整 不要忘了 英国还有英国的法律 对 所以呢 那我一看到这些 第一个我发现很多学者呢 都已经写文章 甚至在期刊的标题 不管是林玉玺 特殊洗钱罪 对都写特殊洗钱罪 所以你Google特殊洗钱罪 这个关键词 好像跑出一堆的论文来 不是这样子 更有趣的是 司法院有一个网站 专门在查判决书的 还可以查到更多 那你在那个司法院的网站 查特殊洗钱罪 我昨天晚上查的时候呢 我打特殊洗钱罪 跳下去的 按下去的时候 跳出来 已经使用这个罪名 有没有成罪 不管了 就是在判决书 有用这个罪名的判决 有461件 那被判有罪的 可不可以用陈明堂的这句话 去要求国家赔偿 所以 第一个呢 学术界也都已经很明确教你 甚至呢 还有人找出来 当时法务部自己通过的时候 他们在法令宣导的时候 也都用这个名词 然后呢 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 也很明确的告诉你 怎么去对比 这两个罪的不一样 更有趣的是 简单说就是叫做明文规定的啦 对 所以现在为了帮陈明文这个事情 这个300万呢 来把它淡化 是蔡毕重出来 毕重就轻说 你们可以分次提灵 那陈明堂是干脆说 其实没有这个罪名 这 你想想看 461个判决 那我跟他查 第一个判决呢 是在两年前就用了 最新的一个判决 是10天前 士林地院才用的 所以表示说这个已经在 虽然外界不是很普遍的知道 但是在司法实务界跟学术界来讲 特殊洗钱罪 这个已经是 等于是学术界 实务界呢 是一个众所周知之事 然后今天法务部竟然 次长级人出来讲这话 所以他们 底下检察官说 那这个暗示性很高 如果 法务部说 罪名都没有了 那罪证当然 有我们负责把它延灭 那检察官这个判决 这个起诉书 刷到上面当然改啊 因为你没有 没有这个罪名 没有这个罪名 对 所以罪证都不应该存在 那不是再见了吗 所以 今天呢 整个台湾的司法 为什么蔡英文的司法改革 把它做成这样子 因为 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都在享受司法放水的好处 他不想改革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改革以后 他没办法操纵什么样 对 没办法放水 没有办法每一个案子都放水 从你看多少案子 从叶俊龙 这个什么什么 互联会的放水 销毁一堆的那个 卷证几十箱 然后一个一个放水 包括他们的这个 走私香烟 然后现在在这三百万 然后猎雷舰 招风案 其实都是放水 那司法改革的第一件就是 蒙冤的人你要帮他洗 还他清白 另外一个是说你不能随便放水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的司法改革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 要继续可以放水 那放水的手段当然就是 看状况而已 每个个案不一样 有的就是这个 说发个新名词 不叫走私 只是超买而已 对 然后这个分批就不算逃避 对 洗钱 然后现在是连罪名都要把它消灭 所以为什么老百姓讲到司法改革 每个人都非常的不满 甚至是有意见 结果我们现在 这个政府 执政党对司法改革 不但没有绩效 而且专门用来放水 他们可能还觉得说 这里面甜头很多 因为自己人都没事 有些人还是有事 你看高志鹏 因为一个助理 拿了人家几十万 结果呢 现在去坐牢了 那我酸一酸高志鹏为什么 他就是贬系 当凯达葛南学校的校长 董事长 所以这个一定要关 对啊 不就这样吗 这就是远近亲疏大不同 那如果照做说法 那些民进党执政 被操弄司法 就是看言之时候再办案 不是看颜色 看亲书 像冯沪祥也是可以出来 爬爬噪啊 对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蔡英文进到学界 满酒更是爬爬噪 是被提拔的 是被冯沪祥也提拔的 对对对 听说蔡英文进去的时候 冯沪祥有帮忙 帮大忙 不是只有有帮忙 所以这件事情 再次告诉我们 因粉你不要再告诉我 说那韩国瑜当选怎么办 先解决眼前的 公平正义的问题 不然的话 我想台湾 永远循环在 这个不公不义的情况之下 台湾就算独立建国 最多就跟北朝鲜 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是一个不公不义 没有民主 没有法治的国家 那一天你在这里讲说 那个 头上盖的贼 比较可怕 还是穿着警察的贼 比较可怕 我一下去以后 马上跟我讲说 我再补充一个比喻 他说 一样是骗子 专业的跟不专业的 哪一个骗子比较可怕 他们说 当然是专业的 我说怎么说 他说 像你们说的 那个蔡英文的论文 三十几年前就骗到现在 这个厉害 这个如果你们证明 他确实是骗的 那这个很高级的专业 而且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很专业的 他说专业的骗子比较可怕 他说韩国瑜 现在才刚刚骗到这个市长位置 就被大家把它看穿 他们说这个有道理 这个骗子 遇到骗子要小心的是专业的 不专业还没那么严重 这种骗子比较可怕 这种骗子比较可怕 我只能看穿 我只能看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谈一下陈明文的300万现金的事件 现在网络上传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图来消遣这个300万现金 那我们要看看就是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它跟蔡英文的论文事件是一样的 如果你很坦白 那事情可能一下就解决了 把它当成一个危机处理 那到这边就直写 但是如果你编了一个谎言 你后面就用10个谎言去圆它 当你出现10个谎言的时候 每一个都要10个谎言 来圆那个谎言 那10成10就是100个谎言 所以但是我如果是陈明文 或我如果是蔡英文 我之所以不能讲一定是有难言之意 所以你说你要我坦白 我怎么坦白 如果这个钱的来源去向都讲不清楚 或者是如很多福尔摩斯在推测说 这个事实上是在高铁上交钱或交货的一个过程 后来收的人不想拿 或者是给的人丢了皮箱就跑了 收的人说 这个我不要 这不是我必须的 或者是说 大家谈不拢 他就不拿 就让这个皮箱留在高铁上 这是一种最有可能的推测之一 因为很多人说高铁是一个很好交货的地方 因为高铁人来人往 而且高铁呢 你拿一个这个飞机行李箱 上飞机的行李箱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拿行李箱 所以你不会引起突兀 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大饭店 在来来饭店门口拿个行李箱 然后交个行李箱给某个人 那你很可能会被盯上 那高铁呢 来来回回都是人 大概有整个车厢里面 大概有四五个人 或者超过十个人 都提了一个上飞机的行李箱 好 这个福尔摩斯这么一平息之后呢 我们恍然大悟 好我们再往下看 现在比较难看的是说 检方跟政府纷纷出来擦脂抹粉 他的荒腔走板呢 让台湾的政坛再演一出丑陋剧 我们来看看自由时报的这篇报道 他是说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在高铁车厢掉落内有三百万现金的行李箱 那么陈明文的儿子呢 陈正廷称说这是他父亲给他的创业基金 这个案子经过媒体揭露之后 嘉义地检署主动简报分案 法治时报社社长黄月红向台北地检署 告发陈明文设特殊洗钱罪 好了 如果陈明这个黄月红告陈明文在台北 那应该在台北受理才对啊 结果被拦胡了 高检署考虑说嘉义地检署早一部分案 依司法实务的运作惯例呢 通知北检帮案件转到了嘉义地检署偵办 我们知道地方上的这些检调系统或司法系统 常常跟地方的政治是挂钩的 还记得以前屏东的政太极吗 整个法院媒体没有人敢碰他的案子 后来这个人呢 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人家的妈妈面前杀了他的儿子 最后这个人被枪决了 当时是贵为 国民党屏东县议会议长 所以把这案子呢 丢回地方的地检署 这件事情呢 很多法界的人认为 这摆明了是在为痴案在做序取 好 黄月红呢 他的告发状提了三点 第一个是说 要银行证明三百万元 确实是陈明文领的钱 因为金额超过三百万 也需要查明提领的银行有没有通报 第二个是 如果陈明文没有办法证明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领的钱 就要查 陈明文父子是不是设有特殊洗钱罪 是否在帮他人制造所谓的金流的断点 第三呢 黄月红说 检方应该要查明 钱是由什么人 在什么时候带上高铁 要带往何处交给何人 这究竟是非法交易的付款 还是政治现金 还是汇款 或者是汇选之类的预付款 是不是因为双方条件没有谈妥 对方不敢收 所以才留在高铁上 所以黄月红呢 他的告诉当中写得非常的清楚 好 那么至于陈明文他说呢 他说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失误遗失 然后巡回的事件 却遭到特定媒体不断的渲染 配合选举竞争对手和国民党的部分人士 捏造子虚乌有的内容 乌址不当 政治现金或者金流 或者是攀附不明财产 好 其实不是只有国民党 事实上在网络上 很多绿营的支持者都觉得这实在太悄悄悔了 这简直就天方夜谈 包括你事后的这些擦枝抹粉跟解释 好那么陈明文他要请律师提告 这个告什么呢 他的状况跟蔡英文非常的像 就蔡英文你不需要告 你只要把你的论文全文送上网 然后把你的正式的毕业证书送上网 这件案件就结束了 另外陈明文也是一样 只要把你的这个提款的这些证明 证明你的金钱的来源 说明清楚 你到底这个钱要干什么用 这件事情也结案了 所以你们这些告 你们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而且是这个御用的 这个总统身边的头号大将 选对会的第一号人物 一个贵为总统 你们这样浪费司法资源 明明证人证物都在你身上 你却要大心诉讼 你说你这给社会带来一个 多么负面的示范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 三百万现钞 我想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都知道 你出过国就知道 他们马上出来打脸 说三百万现钞可以带出国吗 结果我们的伟大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不是电机工程系毕业的 他也不是农推系毕业的 也不是新闻所毕业的 他是法律系毕业的职业律师 他竟然说 有申报就没有洗钱的问题 没搞错吧 徐国勇说 三百万带出国 有申报就没有洗钱的问题 是这样吗 另外三百万现钞可以带出国吗 海关马上打脸 海关说十万块 财政部官务署表示 旅客入出进了新台币最多只能带十万块 如果超过限额会没收 那么没有申报会没收 那等到如果检查单位 检查单位确定没有洗钱一律的话 才会归还给超过十万块的部分 其他的贡献给国家 就是十万块以内还给你其他的国库没收 纵使有申报 也只能携带十万块 除非超过限额的部分 有跟中央银行申请核准的许可证 才能够 那么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核准的 也有官员说 如果你要携带三百万的台币出进 建议你把超过限额的部分换成美金 美金超过一万块要申报 因为美金是国际流通货币 如果申报可以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准许 但是事后要追查 那么官员也提醒说 根据菲律宾的观光部 台湾的分处的网站表示 如果携带超过美金一万块 没有事件申报 会面临五万以上 二十万以下的PISO 或者面临两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我要告诉陈明文的是 你不要害你的儿子陈正廷 你叫他这样把钱带出去 他会判十年徒刑 还有徐国勇 你也不要害你的党内 亲密的战友的孩子 他如果这样带出去的话 他当然会有法律的问题 所以这里要奉劝 还是那句话 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 圣经上说 凡是隐藏的事 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